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夜夜迷离2001第一季第十八集 这天早上女子凯特在家门口 才把女儿送上校车 输了一口气 转头就撞到一个高大的人 本能的说了抱歉 没想到对方过来 搂住凯特就是一番暴力对待 凯特喊着救命 对方也不知道 哪里提前准备的绳子 直接缠住凯特的脖子 就是一顿拖拽 绳子忽然断裂 对方也就跑掉了 这大清早的碰到这种事 肯定是报警啊 很快警察赶来 凯特也尽可能全面的回忆 刚刚发生了一切 主要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我就记得对方个子很高吧 要是我丈夫在 他肯定跑不掉的 行吧 警察就表示会跟进的 丈夫安抚一下也就这样了 次日到超市购物 一个陌生男子和自己搭讪 强烈建议要买这些小零食 起初礼貌的回应着 凯特也没太在意 谁知道搭着话 对方突然拉住自己的购物车不让走 还说凯特哪里也去不了 要把凯特带走 患乱中凯特把零食撞倒 再转头一看 对方就不见了 怎么回事 也可能是受昨天男子 拖拽自己事件的影响 出现的幻觉吗 收拾了情绪 下午常规的到充值过会员的 发廊店头发保养 本来是找经常给自己做的珍妮 让对方帮自己洗头的 谁知道进到店里 一个女员工就表示 珍妮今天休假了 只有我上班 那行吧 你长得也挺标志的 洗头都是一样的 对方招呼着 凯特就躺了下来 也是没事聊聊女人间的闲话 凯特就表示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自己好像有点倒霉 有时候想想还不如死了算了 啊你想死啊 女员工直接说着 我可以帮忙啊 边拿着喷头对着凯特的脸 就是疯狂的输出 好在最后一刻 凯特躺起来 跑出来 找到一个警察说明了情况 警察就挽救了凯特 那经历三次的袭击 就算在超市的那次 是自己的幻想 那开始被男子拖拽 以及女员工拿喷头冲脸 都是真实的体验呀 事后警察也来到凯特家中 叮嘱凯特的丈夫 你要好好负责你老婆的安全了 送走警察坐下来 丈夫也跟凯特说了心里话 老婆要不我们先去医院看一下吧 一听这话凯特也很抗拒 我有什么病 我凭什么去医院呀 有病的是袭击我的人好吗 那些人才应该被抓起来 或者到医院看病 之后答应丈夫会好好的 哪里也不去了 丈夫才出门 凯特就接到了一个男子的电话 听声音 以及对方说要把自己带走 凯特也对上了 超市不是自己的幻想 这就是那个超市男打过来的 凯特也解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为什么要带走我呢 说到这里 对方就挂掉了电话 刺着开车的路上 调着电台的按钮 怎么一个电台的声音都没有呢 正纳闷着低头调着 再抬头一看已经晚了 车子直接撞上了电线杆 再醒来凯特发现 自己已经在救护车里了 不是 看着这医护人员 什么超市男 法郎女员工 这不是全是袭击过自己的人吗 想也没想 凯特就下车跑回了家中 不是吧 这些人全都是合谋下的套 车祸也是对方计划的吗 关上门窗 拿起刀 凯特也打算跟对方拼了 而这时听到卧室传来新电图的声音 怀着好奇 凯特进去 一个突发的结局来了 只见凯特自己躺在病床上 医生检查了凯特的生命提升后 也表示 慢慢来吧 应该能活过来的 偶偶搞了半天 故事开场到现在 都是凯特 躺在病床上的想象呀 没有任何人袭击凯特 听医生的交谈 我们也拼凑出了凯特的故事 凯特跟前夫发生争执 一怒之下 凯特就把前夫以及女儿给杀害了 之后也想告别这个世界 凯特就上吊自杀 谁知道最后一刻被邻居发现给拯救了 意识到医院躺在病床上 直到现在 凯特哪有什么帅气的丈夫呀 都是自己的想象 那些想象的袭击人 其实就是这个房间的医生 护士以及保安 可能在凯特的潜意识里 这些袭击人 代表自己在前夫身上受过的伤害 最后就在护士准备给凯特打药的缝隙 凯特忽然拿架子击倒护士 想先把过量的药注射到了自己体内 可能早就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了 之后凯特就去到了自己幻想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